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考數位電子遺跡的時候 需要畫一張電路圖 我們跟各位分享 繪製電路圖的技巧 這個考試總共有三個考題 三個考題有一些部分 在繪製電路圖的時候是一樣的 第一個是板框 我們三題的板框都是一樣大的 第二題是紙板的位置 雖然考試沒有規定紙板要放在什麼地方 那我的建議就是 各位把紙板放在同一個位置 這樣子可以剪掉記憶的一些 要多記一些東西 第三個U10跟C10這兩個元件 這是一個紋壓IC 跟一個紋壓電容 這兩個元件三個電路都有 所以建議這兩個元件把它放在同一個位置 最後是母板的Pin角 跟紙板的Pin角 母板總共有22隻角 那紙板的腳的數量 是總共有30隻腳 那扣掉兩隻VCC 跟兩隻GND總共是26隻腳 所以紙板的腳位數量是大於母板的腳位 那我的建議呢就是一隻對一隻 每一隻腳位 母板的腳位跟紙板的腳位都是固定的 這樣我們就不用每一題去額外記說 哪一隻腳要接到哪一隻腳 容易發生一些錯誤的狀況 那我們來看 同學拿到考試的時候會拿到一張 像這樣子一個這個 A4大小的方格紙 那雖然不一定是長這個樣子 不過我想大概應該是差不了多少 那老師拿這個紙呢比較好用 為什麼 因為呢它這個0 座標0在中間 然後左右兩邊是對稱的 因為我們畫圖的時候要把中間對折 然後左右要畫在同一張紙上 所以呢這個座標0在中間其實幫我們很多的忙 那我們接下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繪製這個板子的時候要怎麼用 那我建議呢同學呢就是把這個紙拿的時候呢 把紙打橫 然後呢這個Y軸的座標讓它0在最上面 Y軸的座標0在最上面 那X的座標走0在中間 使用的時候先從0這條線 把我們的整個這個方格紙對折起來 讓兩邊對稱 然後呢畫的時候其實折起來畫也可以 那攤開畫也可以 那考試規定就是我正面跟反面 我要畫在同一面 那我的建議正面畫在這邊 反面畫在這邊 那轉過來其實沒有關係 你只要對折兩邊是可以對齊的就可以了 那並沒有嚴格的規定 那繪圖有幾個重點 先跟各位說明 我們後面呢在放格子上再一個一個跟各位講 剛剛講的八指打橫 Y軸的0在正上方 那再來以X軸的0為中心 八指左右對齊 那注意折的時候 一定要對齊 對整齊 因為這個詞不太好折 你沒有對齊的話 疊在一起畫的時候會有點困難 所以對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板子的外框 這邊有一堆座標同學可能不太好記 那我教各位看一下這個座標怎麼看 這個是我畫好的一張圖 那我們以0為中心 那同學就是抓住0跟50這兩個座標 0跟50這兩個座標 那從這兩個座標往內數三格 往內各數三格 往中心點各數三格 所以呢這邊數三格這個座標的X軸是3 這個座標的X軸是47 那Y軸都是0 那兩邊對稱 所以這個也是30 這個也是470 這樣很好記 再來往下 這兩條線連起來之後 往下畫一條直線 畫到這個Y軸是61的地方 這個點的Y軸是61 所以X軸還是3 Y還是61 那兩邊對稱 所以這個是47 這是61 兩邊是對稱的 再來從這個點往裡面縮四格 往裡面縮四格 所以呢3加4 這一點的X軸是7 那Y軸還是61 這一點往裡面縮四格 X軸變成43 Y軸還是61 這是這一點的軸 再來再往下畫四格 往下畫四格的話 我們Y坐標會拉到65 那把這些點連起來 這個大小大概就是我們板框的位置 當然不是完全的吻合 不過呢基本上考試的時候 不會有尖屏去看你的板子 跟你的圖框 外圍有沒有吻合 只要大小尺寸差不多 那我相信尖屏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兩邊對稱 所以左右兩邊坐標都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同學注意一下 第二個要畫四個定位點 那四個定位點是要在板子的四個角落 那我的建議就是你以這個點 往裡面斜斜的下來兩格 這個點就是定位點 那以這個點斜斜下來兩格 就斜對角兩格 所以呢這個四個定位點就很容易找到 這邊也是由下往上四個兩格 由下往上兩格 那這個十字點定位點畫在這邊 那一樣左右對稱 所以這是兩邊畫在一起的地方 轉錯方向了 第三個是我們跟紙板的連接孔 那我的建議就是畫在18跟33這兩個 那你畫在什麼地方其實不是很重要 重要是這兩排一定要插15格 你只要不是插15格 到時候紙板插不上去 這個考試一定fail 那這邊插15格 然後呢上下也是15格 所以它是個15乘15的正方形 那我的建議是怎麼看 同學這樣 同學跟著我一起看 我們中間是50嘛對不對 所以它總 從這裡到這裡是50 那它的出現是10格 所以呢總共會有5個10格 那我建議各位取中間這一段 20到30 然後往下 下來3格 4格到這邊 從這邊下來40格 所以到40的這個位置 40的這個位置跟這個位置 那這樣子的距離是10格 11格 因為我們那個 值數問題要加以11格 那我們要到15格建議 往裡面走2格 往外面走3格 那這樣子兩邊的距離就會是15格 然後再往上數15格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建議的位置 那兩邊一樣對稱 不過要注意喔 我們剛剛是往裡面2格 這邊也是要往裡面2格 不然到時候對不起 就有問題了 所以往裡面2格 然後往外面3格 這樣就剛好是15格 那這樣就可以剛好把這個紙板的位置對齊 再來我們要畫一個矩形 在什麼地方 在外圍這邊 你可以 你拿到模板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它在外圍有一個銅片是導通的 有一個銅片是導通的 那我的建議就是你在 在我們的板框的靠裡面這一條線 把這一條線 從5到55的地方把它框起來 這個位置不是很重要 反正我們要的是中間這一排 這個交叉點的地方 你只要稍微比較寬一點把它框起來 這個示意圖而已 那這一排的好處是什麼 這一排就算已經貫通好了 那我只要在下面 把它連到適當的位置 那你在這一次考試的做法是 我是剛好一定把這一邊 最左邊這一邊 當成VCC 最右邊這邊當成GND 這樣子用起來就很好用 那只有這一條是有背面要畫 正面就不需要畫了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再來其他的 其他的元件 就參考我們的完成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剩下幾個元件 第一個我們的U10元件 U10是一顆三隻腳的這個 穩壓器 然後它最右邊這一隻腳是VCC 外面的VCC 應該講VIN好了 我們輸入電壓 最左邊這一隻腳是GND 中間這一隻腳是VOUT 輸出電壓 所以我們輸入一個比較高的電位 以板子上下來的電位 應該是差不多12幅左右 那GND是接到板子來的GND 那中間這一隻大概出來是個5幅的電壓 我們就把這個5幅的電壓 拉到我們的板子上 那我的建議就是畫在板子的這個角落 就是由Y往內數起來看到的第一個出的交叉點 從板子上緣下來20格 從板子的外圍進來看到的第一個出現 那在板框上是圓點 那實際上在板子上 你看到這個裡面的這個細線的交叉是方格 那這個出現的交叉是這個圓格 那就可以利用這個來判斷位置 把中間這隻腳剛好放在這個兩條出現交叉的地方 那對稱過來 這個腳位都是一樣的 中間正是40號的腳 那我的建議是把我們的IC折彎 不折彎也可以 那我的建議是折彎 讓這個板子平一點 不然你板子帶來帶去的過程當中 考試的時候沒有關係 那剪屏帶走就算了 那我們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板子帶來帶去 這顆IC很容易被折壞掉 這個是U10的元件 那位置是對應的 那反過來變成左邊是VIN 右邊是GND 中間是VOUT 這剛好是反過來的 那有一顆紋壓電容U10 C10 C10剛好是接在VIN跟GND之間 所以我們就剛好對著它 因為那個陶瓷電容的兩隻腳大概是兩格 所以我們就剛好畫兩格 那把它對應在一起 那這個位置其實沒有關係 我的建議是至少有三格 就是兩個點之間至少差三格 少於三格的話 你到時候焊線的時候 一條短短的線不太好焊 這個是我的建議 然後呢其他的這個角 那我們接線就最左邊是VCC 所以我們就把它接到最左邊 最右邊是GND 我們就把它接到最右邊 然後呢這個中間這一隻腳 要接到我們板子的VIN 那我們這個板子 紙板的最上面兩隻腳是我們的VIN 所以我們就要拉一條線 接到這個VIN上來就好了 另外呢我們板子的最下面兩隻腳 紙板的最下面兩隻腳是GND 我們要接到GND來 那我們GND是放在最右邊這邊對不對 那我的建議呢就是你往下拉一條線 在這邊的正面 跨一條跳線 把它接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到時候每題不一樣 我們就要把適當的那一隻腳的GND 接到右邊來 那這個板子的部分就是固定了 這個是VCC跟GND 剩下來就是我們 母板跟紙板腳位對應的關係 我的建議第一隻腳把它空下來 就除了VCC之後的 就上面兩隻腳 第一隻是VCC 第二隻腳都把它空下來 因為我們在第三體會有個reset訊號 不需要接到母板 那就利用這隻腳來接 接下來的七隻腳 1 2 3 4 5 6 7 接下來的七隻腳 分別對應到P1 P2 P3 P4 P5 P6 P7 那我們之後再說明的時候呢 紙板上的P我們叫它CP chip的P 母板上的P我們叫它BP ball上面的P 這這樣是做一個區隔 其實在題本上它兩個都叫P 前面七隻腳從上面數下來 分別是P1到P7 然後中間空一隻腳呢 那最下面是GND 我們扣掉GND之後 往上數四隻腳 往上數四隻腳分別是P8 P9 P10 P11 這樣子左邊就用到11隻腳 那15隻腳裡面扣掉VCC跟GND 還有中間空了兩隻腳 剛好用了11隻腳 那這個順序 我們只要記得這個順序 那中間這邊的線 你要走到哪一格再轉都沒有關係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下面這個 我們板子走到最下緣之後這個折線 角度不要太大 那互相之間不要打架交叉就好了 那換過來這一邊 換過來這一邊 這一邊呢我們剛剛是先從上面數再數 從下面數 那這邊要反過來要先從下面數 那剛剛下面之後由下往上數 這邊要反過來下面要由上往下數 所以扣掉GND之後的四隻腳 從上面數下來 分別是12、13、14、15 然後反過來空一格之後由下往上數 然後是16、17、18、19、20、21 這樣剛好是22隻腳 每一隻腳對應到一個板子 那這張圖我們就固定在每一題都這樣子用 然後再根據每一題不一樣的地方 來選擇我們要修改的地方 只能修改的概念 細節 連丸